那么下面呢 我要讲的题目就是 浮照与综合处理 就是HPHT处理的彩色壮石 它的色星 和我们怎么去检验它 那这里主要是讲到 紫外可见 光谱这种方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 那么最近在 大陆 在香港的台湾上出现了 不少的彩色壮石 那么彩色壮石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那么这问题主要 集中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还是 它的颜色的成因问题 也就是彩状的颜色成因 它是天然形成的 还是经过人工处理的 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这个鉴定实验室 也出了一批检验报告 那么就是说 现在处理的方法 从过去我们经常讲到 当一的浮灶处理 或者呢 当一的高温高压处理 现在已经演变为 高温高压加浮灶综合处理 曾经出现出了一批报告 我们先看 那么这是一个黄色壮石 那么经过检验以后 我们就 那么大家注意到 它有这个射星 五九四 那说明这个壮石 它经过了浮灶 退火处理 那么这个是它 红外光谱 那我们根据它的特征 我们就可以下结论 那么这个壮石 它经过了浮灶 退火处理 那么这是 过去当一的 我们看这一颗 那么这也是一颗黄色壮石 那么通过检验 我们发现 它出现什么情况 九八六 四七五左右 那说明这颗壮石 它经过了 高温高压处理 也是当一的 就是当一的手段进行处理 那么最终下结论 这个壮石经过了 高温高压处理 HP HT处理 好我们再看一颗 那么这是一个 金黄色的壮石 这个壮石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既有浮灶退火处理 又有高温高压处理 那说明这个壮石 它是A型到AB型 说明这个壮石 它经过了什么呢 浮灶退火加高温高压处理 也就是属于综合处理类的 好下面我们回到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现在这个壮石 很多都经过了综合处理了 也就是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彩色壮石 它的颜色成因问题 和它的成色机质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针对它的问题 怎么去检验它 我们看到粉红的壮石 目前它的颜色成因 主要在几个方面 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 晶体缺陷 所谓的线缺陷 那么第二个呢 HP HT处理 高温高压处理 那么第三个呢 综合的处理 浮灶退火加高温高压处理 那么第四个就是合成的 包括CVD合成壮石 在经过了浮灶退火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粉红色壮石 它的颜色成因问题 才涉及到这么几个方面 五个方面 那么黄色壮石 同样也是有T位的 砸的荡原子 这是天然形成的 那么经过浮灶退火 这是过去当一的 包括现在的综合处理 高温高压加浮灶退火处理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检验报告 曾经针对的这些黄色壮石 做的检验 包括合成的 同样 浪色壮石 那么它既有天然的砸的荡原子星 又有浮灶处理 高温处理 包括合成的方法 再经过处理 所产生的颜色类型 黄绿色的 相对简单一点 主要是过去的高温处理 加浮灶退火处理 加浮灶退火处理 综合处理 产生的颜色成阴 狼绿色的壮石 过去一直认为 建议比较头疼 有天然的 也有人工浮灶处理的 有HP HT处理的 那么黄色壮石 目前面临了什么问题 这边有一颗 是天然的 那么这两颗是 合成壮石 在经过了高温处理 那么这两颗 是综合处理的 所以现在黄色壮石 的颜色成阴 检测过程 比较头疼 问题比较多 那么这颗是天然的 那么这些 都是经过处理的 既有合成的 又有天然的 我们看一看一下 那么这是早期合成的 HP HT合成的 那么它只有 单原子弹 1130 1131的位置 这是它的刺激峰 这是早期的 EB型的 合成黄色壮石 那么我们现在 碰到的合成的 黄色壮石 主要是 A型的 大家可以看到 128 不再出现了 单原子弹 所谓的1130 单原子弹 那么这就是去年 我们在市场上碰到的 这一批 壮石 基本上见不到 1131 当原子弹 见到的几乎都是 双原子弹 它经过了 高温嘎处理 属于A型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从早期的 单原子弹 到 单原子和双原子弹的 混合型 到现在的 A型的 这是天然的 A到A型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在高温高温条件下 弹可以发生聚合 单原子弹 转变双原子弹 那么提出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 转变为 双原子弹 一旦转双原子弹 以后 确实我们在 鉴定上 就比较头疼了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 其中 检测了一颗 但是在什么条件下呢 在 光字 发光 光谱条件下 光字 发光条件下 大家可以看到 有415 也就是合成壮石 它开始出现了415 那么随着 钢刮处理的 技术的进步发展 那么415 可以在 紫外可见光谱 以上出现 但是它这个 结构 生产结构 仍然是 合成壮石特征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合成壮石 它的发展的趋势 415 不再是鉴定特征 那今后未来的 我们可能在 合成壮石中 也照样能够 检验到415 这个特征的 吸收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从EB型的 经过处理以后 可以转变为 混合型的 到现在我们见到的 A型的 那么今后可以见到 A AB型的转石 在未来几年 所以这个发展 趋势非常快 好 那么我这讲的主要内容 刚才讲提出的问题 用时间关系 我们下面就快速掠过去 一个就是 怎么去检验它的 色星问题 一个的 怎么去检验它 那么特别是第二个问题 可能没时间讲了 那么这种检测方法呢 一个就是浮照试验 你用核反应堆 它的快中指 去轰击它 看它的颜色改变的情况 再经过处理 那么用到是 阴极发光 紫外可见 拉曼 拉曼和红外光谱 我们看一下 那么天然壮石 也能够产生 各种不同颜色的 比方说 彭星 彭原子 我们经常介绍它 T位的杂质彭原子 替代了 烫原子 当原子弹 C星 骨弹星 双原子弹 A星 双原子弹 半个空位 N三星 集合体弹 三个以上的 替代碳原子 我们称为了 B星 那么就天然的 由于这些杂质氮原子 可以产生 蓝色的黄色的 包括淡黄 包括粉红色的 粉红色是由于硕性变形 我们见到 未受花疑所导致的 那么这是天然装石 它主要的 成的机制 主要是由这些的 杂质原子星 所导致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当原子弹的 紫外可见光谱 在这个位置上 双原子弹 双原子弹 集合体弹 也就是说 这个是天然装石 所形成的 那么这里面 只有双原子弹 集合体弹 双原子弹 集合体弹 这个是 没有双原子弹 也基本没有双原子弹 主要是集合体弹 属于A B型的装石 那么这个是2A型的 最大的吸收 在200商 这里面有点源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由这些射星 当然这个是合成的 早期的高温瓜压 合成的 所以它只有 单原子弹 这么一个变化趋势 好 我们看这是 1131 这是 单原子弹 那么这边呢 双原子弹 集合体弹 和片金弹 那么在一些 天堂壮石表面 也会出现一些 绿色邦点 过去我们经常 聊到天堂黄绿色 壮石 不知道天堂绿色壮石 和经过浮照处理的 绿色壮石 怎么去检验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褐色的壮石 褐黄色的壮石 经过了 合幻影堆 快中指就轰击它 可以诱生 蓝绿色的 那么浮照处理 可以改变 壮石的颜色 变成彩色壮石 当然 高温瓜处理 也可以改变 褐黄色壮石的颜色 那么这是一个 蓝绿色的 和蓝色壮石 大家看到吧 它都同时出现了 七色壮 这个色星 当然这是集合体弹 那么这两个 构成了我们建立一个 很重要的色星 居二万星 那么这个是经过浮照以后 所诱生的一种色星 我们判断它和天堂怎么区分 关于这两个要结合起来 那么这是零生子线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宽峰 天堂的经过浮照的 它一般没有这一个吸收骨峰 那么这个呢 是经过浮照退火的 五九式 这是天堂壮石 它主要是由 双原子弹 或者是双原子弹 所导致 砸着原子星 所以这个呢 我们要关注一下 五九式这个色星 那么这就是双原子弹 双原子弹 集合体弹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是带黄绿色的 这是津巴布围的 体色为黄绿色钻石 那么津巴布围的体色 成黄绿色 我们在简直过程经常碰到 那么它和这个经过浮照退火处理的 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天堂硕变 所导致的 三原子弹 集合体弹 那么这个呢 五九式是由于浮照退火 所导致的 那这个也是 硕变 是七二 我们记住这个风 过去提的很少 是七二左右的 我们经常叫硕变 强 弱 还有其他其他的 帮助我们来判断 它是天然橙色的 还在经过浮照处理的 过去我们曾经建立过 当一的高刮处理 黄绿色的 非常鲜 也很像杆朗石 但这个呢 和津巴不韦的 黄绿色两个 很容易搞混了 那么它有其他的色星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一一结束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浮照条件下 可以诱升 就要旺星 那么这个呢 随着温度的地震 它很容易衰退 那么它衰减的同时 五九四星 它出现了 温度再高 那么H1BH1星出现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H3星 那么右深的H4星也出现了 那么这是湖南金刚石 产照我们国家 湖南陶淘 2A星的 褐色金刚石 那么这类金刚石 可以经过光刮处理 改变它的颜色 那么这天然2A星的 瘦变所导致的 为何华仪 那么经过光刮处理 可以改变它的颜色 比方说红色 蓝色 蓝色的部分 原来是褐色的 褐黄色的壮石 A型的 或者是2A型的 这是2A型的 那么这些彩色 是属于A型的 那么这些褐色 褐黄色壮石 经过了光刮处理以后 原来是瘦变 那么经过了光刮处理以后 可以改变它的颜色 那金隔 缩变 让它修复 修复到原来的 初始的状态 那么这个是引用的 这个它的资料 处理前的 处理后的 处理前的 处理后的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展开谈了 那么同样 A型的壮石 处理前的 处理后的 增强它的缩变 可以改变它的颜色 处理前的 这既有天然的瘦变 不知道 天然瘦变 把将原来的 生产黄带给破坏 经过光刮处理以后 全部转变为 这种特征 原有的生产黄带 都给破坏了 现在全是 未兽化一线系 我们看到 主要这些类型 增强修复 将瘦变修复了 在原有瘦变基础上 加强它 改变它的颜色 那么在处理前 处理后的 这些特征 那么经过处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个射星 H2星 四七三 这个射星 我们根据这个射星 有助于我们去判断 这个钻石 经过了浮造处理 不知道经过了 钢尬处理 那么这个呢 大家看 这个是 钢尬处加浮造退火 我就跟前面提到的 综合处理的 不再是单一的 那么经过综合处理的钻石 它的颜色更鲜艳 更持久 那么这是天然和H2G 处理的粉红色钻石 天然的 由硕变所导致的 经过的处理 大家看吧 在这边是天然 这个是硕变 能处理的 我们可以综合来判断 它是否经过 能处理 怎么将天然和 钢尬处理的 去分开 那么这是合成的 跟天然去比较 这是CVD 合成钻石 经过了高杆处理以后 它还可以产生 这个270这个射星 270 我们可以根据 270星出现 来判断它 是否经过了 能处理 当然 它也是一个 合成的一个证据 好 我们小结一下 天然绿色钻石 和触绿色钻石 我们就要根据 这个特征 去鉴别它 618 加71 好 蓝色钻石 我们也可以根据 这个射星 将天然的 给它区分开 黄色钻石 天然的 和经过浮照退火的 594 这个射星 处理的黄绿色钻石 H2 是73 这个射星判断它 黄色的 就是综合处理的 大家注意 594 是72 这是天然的 天然钻石 怎么个HPHT处理的 关键还要注意 这个和这个 加其他的特征 我们综合来判断它 红色的 刚才已经提到了 这个不再说了 那么天然的 和粉红的处理 关键是这个 去提问它 好 谢谢各位 Defact at 473 你提问 它是 创造后HPHT 和创造黄绿色钻石 我从未听过 这个疗疗 是可以解释 这种疗疗 如果是可能 但是这些是 只是一部分 CAPE的线 之前的疗疗 它仍然存在 之前和之后 因为这个社新的话 过去在资料上 提的并不是很多 那么这个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在 这个 金巴布围的 黄绿色钻石中 也见到过 这个是 金巴布围的 黄绿色钻石 那么这个是由 塑性变形所导致的 体色的黄绿色的 因为它这个黄绿色的 它没有 七十一的射星 那么这一颗呢 这经过了 高昂国家处理的 在原有的 塑性变形基础上 加强它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跟 人工的塑性变形 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我们问题是什么呢 将人工处理的 塑性变形 导致的这个 七十二星 七十一星 跟天然的 怎么去区分它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们在 渐变过程中 要将这个色星 和后面我们提到的 等着等着 我马上讲 一定要注意 我们将这个色星 要跟什么色星 结合起来呢 不好意思 跟H2色星 跟它结合起来 共同来判断它 这个钻石 是否经过了 人工的高昂国家处理 天然的高昂国家处理的 它没有这个色星 它只不在这个地方呢 相对起的强度比较弱 才不在这个地方 我想问一下呢 就是那个方标 譬如在加热 或者是做那个 复射处理呢 是不是很准确 可以拿到 最后不满意的维修的 这个颜色变化 是很准确拿到 只是做完这个过程之后 出到什么颜色 都要收货呢 是这样 齐老师 我给她做一个 普通话的翻译 这位女士问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个处理的时候 这个辐射和这个热处理的 没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一个工艺技术 可以产生特定的颜色 还是说 我做完之后 随便什么颜色 我只能够认命了 这个意思 虽然她提出很好的问题 一般正常认为就是 这个钻石 它先要经过了浮灶 再经过了高端处理 其实这应该是反过来 它先经过了高温高压处理 然后又伸出 里面的点缺线群 点缺线 然后在基础上 再经过了浮灶退火处理 应该是这么一个顺序 我们做的浮灶试验 主要是利用四川绵羊 和工业基地 和反应堆 和电的加速器 这设备都来进行 但这里可能会涉及到 有一些 这边不好披露的 一些机密的问题 很抱歉 基茨老师在做广东话的翻译就是 茨老师是说 他老师说 这个是反过来的 先做高温高压的处理 然后再经过这个 辐射和处理退火 然后再做出来 至于技术 它是在四川绵羊 一个核工业基地去做 有些技术不方便披露 就是他的问题是说 你的结果是不是可以预期的 就是出来的颜色是可控的 他是这样的 其实他要改变他的颜色的话 这里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里面的 钻石的 它的类型 它是EA型 是EAA 还是EAB型的 跟它类型有关系 它不是比方说 我EA型的 一定能处理成 其他颜色的 就不一定 很多情况下 在这里面 在处理过程中 首先用红外 把它类型和它区分开 EAA型的 也EAB型的 和E型的 分开进行处理 比方说 我刚才讲到了 刚刚处理的 钻石 请我请你 继续 during the lunch hour OK 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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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详细的技术 当然应该比较复杂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